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学生参加被誉为 设计界奥斯卡奖的2013年德国红点设计大奖表现解出 共有20位同学7件作品获奖 其中包装类的无限可能和插图类的 积极千交版图两件作品更夺下了最佳奖 一页一页翻开这不是立体书而是手机的包装盒 这件作品无限可能一举拿下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包装设计类最佳奖的殊荣 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然后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只要打开 然后什么都有了 然后它不会掉东掉西的 使用环保材质和环保概念设计 一体成型的手机包装盒不但节省纸材 而且使用说明就在翻开的包装盒里 它打开的时候它是直接一长条可以摊开 在印刷的时候它拼大板的时候 它是不会浪费任何的纸材 因为它可以紧密的贴合 它的说明书是在内页里面 我们就是在打开看到手机的时候 我们同时在阅读说明书 以关怀传统产业为出发 透过四则与积极山交有关的民间故事 转换为图像的插画设计 积极千交版图 也同时获得红点插图设计类最佳奖 当时出口到日本的山交 深受天皇喜爱 所以它之后都认那个签字符号 为了要夸试当时山交的价格有多好呢 就是说一串山交都可以换到一头水牛 所以它整个合起来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签字符号 这就是我们的小巧思 视觉传达系谢省民主任表示 不论是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还是传统产业 如果透过好的包装设计 更能将产品推广至更广大的国际市场 而参与设计的学生 在关心台湾产业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未来增值 新台人亚太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